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代人士越来越重视智慧财产权 两大手机的巨头像是苹果还有3C 就为了专利侵权的问题 打了好几年的官司 到现在胜负中难以预料 不过智慧财产权的概念 早在美国独立时候 就被写进了宪法当中 成为立国的精神之一 现在就要带你了解 美国智慧财产权的历史 还有演进过程 苹果魅力席卷全球 每次iPhone上市 都迎来死忠客户彻夜排队 同一时间韩国三星也不容小觑 超强性能紧追苹果 广告也要来个一对一PK 直接嗆瞎苹果产品不够格 两家电子巨头 不只是商场上的死对头 在法庭上也为了侵权诉讼 缠斗了好几年 一切都是为了智慧财产权的保卫战 因为美国立国的精神之一 就是保障智慧财产权 革命在revolutionary world 得到独立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的那些 就是founding fathers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 establish一个patent office 来保护我们人的构想 所以就是在美国的宪法 很早的时候就写上去 就是article 1 section 8 就是说他们没有讲到 专利这两个字 他们没有讲到patent 那他们也讲说必须要去保护科学自然 还有一个人的构想 arts and sciences 仔细阅读美国宪法中 当初保障创新的条文怎么写 第一条第八项就有提到 国会必须保证作家及发明家 在限定期间内 对他们的作品和发明 享有专属权益 立法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避免不法人事抄袭 同时也鼓励创新 带动科学文艺的进步 久而久之就成了一项重要的立法 虽然很早的时候就有写到宪法里面 但是花了很多年以后 才去慢慢interpret 这个宪法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就慢慢才有个专利局专利法 然后商标跟版权就慢慢开发起来了 吉祥祖母带着小孙女去吃快餐 麦当劳广告大打温情牌 黄色M型商标更是抢戏 无论是店外招牌还是食物的外包装 全部都要争取曝光率 可口可乐广告也一样 品牌灵魂人物北极熊 像保龄球一样在冰上冲撞 就算把同伴们撞得东倒西歪 也一笑置之 广告最后一代表性的红色瓶罐 和标准字体Cococola做结尾 就是要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印象 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变 打开电视到处都有 智慧财产权的产物 不止概念越来越成熟 如今还呈现百花齐放的情况 不过现代的智慧财产 透过简单分类 其实可以分为三大类 举例来说 电影公司华纳兄弟的 蓝白W标志 黑色Nike字样以及流畅勾勾 不管是文字还是图形 商业标志都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而特定新构想 如可口可乐的配方 软体设计 工业制造方法等 都属于专利的范畴 而版权则是专门保护各种音乐 绘画 写作等创作作品 类别不同 连带的法律保护期也不一样 专利的话 因为它是保护一个构想的话 它的保护期就是20年这样子 然后商标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品牌 所以是保护你的生意 那就是说保护期是每10年 那每10年你可以更新 那你要更新几次都没有关系 那版权的话 它是因为它是保护一个作品 最少不是70年到90年 保障智慧财产权 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一 虽然这个构想早在两个世纪以前 就被纳入宪法里 却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被完全定义 立法具体化 从商标 专利到版权 现代生活中处处可见 制裁法的产物 他们更是保障发明家和业者 商业权益的重要基石 东森新闻马力亭 英红文 洛杉矶采访报导 智慧财产权和民生 是生活是息息相关 东森新闻特别和立峰事务所合作 推出全新的专题报导 而下集就要进一步的分析 美国智慧财产权律师的短缺 以及业者要如何保护自己的产品 下个礼拜就要敬请 请观众朋友